大家好,家常擀豆腐这样做最好吃了,滑溜溜的,入口鲜香又下饭,比麻婆豆腐都香,学会了年夜饭吃着香 这道菜首选就是擀豆腐,我们这边也叫做豆片,不同的地方称呼也不同 一盘的量大约在500克左右,给它切成细细的豆丝 切好的豆丝给它抖散以后,我们先给它装在大碗中 接下来,我们把豆丝开水下锅,炒烫一分钟,加入一勺盐 这样做的目的也是去除干豆腐上的豆腥味和苦涩 第二就是,只有炒烫过的干豆腐,口感才会变得滑嫩 这也是这道菜好吃的关键 一分钟以后,把干豆腐控水捞出来,倒在清水中 这样可以防止干豆腐变干,变色,出现发黄的情况 先给它放在一旁 下面锅中留底油,加入适量的肉沫给它炒香 炒到肉沫变色,发白以后,加入葱蒜片,嵌锅 炒出葱蒜的香味 炒香以后,我们这时候加入半碗清水 接下来咱们简单的调个味 盐 鸡精 蚝油适量提鲜 适量的生抽调色 搅拌均匀之后,把汤汁煮开 这时候咱们再把大碗中的干豆腐控干水分 然后给它放到锅里面 简单的翻炒几下 把肉沫和豆丝炒均匀以后,我们盖上裹盖 用中火给它焖煮一分钟 等一分钟之后,我们来勾气 把汤汁给它勾挪 让它牢牢的裹在干豆腐上 这样入口时才会有那种滑溜溜的口感 所以这道菜,这一步勾气非常的关键 大家注意看了 淀粉水一定要分次少量多次的加入 勾气的时候不要心急 火力不要太猛了 这样才能把汤汁勾挪,不结块 当我们把汤汁收浓之后 出锅前记得一定要加入料油,提料,提香 然后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真的是太香了 这样做的干豆腐不仅不发黑,不发黄 而且味道鲜美可口,入口滑溜溜的 由于是用肉沫烧出来的干豆腐 所以口感上没得说 营养又美味 趁热,烫嘴吃也更解馋 好了,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同时别忘记点赞,收藏,转发,留言,缴作业哦 谢谢大家 这里是甜甜美式厨房 我们下期再见